这是风云导演徐靖良继风云之后 又一部史诗及武侠魔幻剧作 剧中的武功招式令人印象深刻 随便一种都是耳熟能详 其中最霸气的还是鼠男二人千行的一剑格式 男主燕藏风的天翼四象诀 以及至尊盟主观玉天的先天刚起 炫酷华丽的武打特效 再加上威武霸气的武功招式 让每一个武侠粉为之着迷 现在就让七夜为大家带来 魔剑生死期的精彩解说 话说在五百年前 护国大将军英顺天打造了一座王者骑城 美其名曰生死期 为了证明自己的骑义天下第一 英顺天找来的结拜大哥骑圣剑祖 要与剑祖来一场骑义的比拼 然而剑祖看着波光玲玲的静硬壶 好奇没有棋盘如何下棋 没有棋盘如何下棋啊 棋局早已备妥 大哥请上壶上左边那块白色石柱 顺着英顺天手指的方向看去 剑祖果然见到了一块白色石柱 右边则是还有一块黑色石柱 显然静硬壶中暗藏玄机 因此剑祖没有多虑 施展轻弓如蜻蜓点水 快速地向白色石柱靠近 英顺天剑壮得意一笑 弘扬施展轻弓飞往黑色石柱 在剑祖到达之前抢先登台 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紧接着便开始大吼了起来 不得不说古代的科技真是发达 这座王者骑城竟然是声控了 伴随着英顺天的一具生死骑 一尊尊白色和黑色的石像从湖底升起 每一尊都十分的威武霸气 细细数据每种颜色的石像有16尊 黑白两色总共有32尊 代表着中国象棋的32颗棋子 从上帝视角往下看去 整座静硬壶就是一副巨大的棋壇 而剑祖和英顺天两人 则是位于黑白棋子的主帅石像之上 见英顺天露出了他的狼子野心 剑祖想起在20年前 他就听闻有人用三千工匠 打造了一座宏伟的骑城 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英顺天 更加丧心病狂的是 英顺天为了保住生死骑的秘密 将这三千工匠悉数杀害 全部沉入了静硬壶的湖底 可英顺天对此并不在意 他只想要打败剑祖 上来就是炮二进七 直接用炮吃掉了剑祖的马 属实是一个神操作 一起手就用你的炮吃掉我的马 陷炮于危机之中 这种走法简直是操尖人命 对付下棋高手 必须用非常手段 鞠九平八 英顺天的炮送上门来 剑祖自然不会客气 用鞠吃掉了英顺天的马 与英顺天展开了对局 两人一会儿炮八平二 一会儿炮八进七 一会儿鞠一平二 相互拟来我往厮杀的一个时辰 最终都只剩下了几颗棋子 鞠八平九 居然把锥开到这里 简直是自找死路 马三进一 英顺天用马吃掉了剑祖的居后 剑祖又来了个炮五平三 英顺天见状心中一喜 将他的足往左走了一步 只要再前进一步 就可以将剑祖的军 这局生死其他英顺天 已然是十拿九稳即将获胜 我的足再走一步 你就是死其 这盘伤死其 我赢了 是吗 可惜呀 你没有机会走上这一步 炮三退四 你的足再走一步就死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英顺天满脸的难以置信 没想到会在最后一步输掉棋局 剑祖指出英顺天急功耗尽 才忽略了隐藏的危机 最终导致功亏一篑 不管是下棋还是争霸天下 都只有仁义之士才能获得胜利 剑祖希望英顺天能够吸取教训 碰改前非重新做人 他们三年之后再一决高下 看着得胜离去的剑祖 英顺天的心中满是不甘 他没有办法再等三年 因此施展轻功拦住了剑祖 就算赢了棋 我们的剑术也要分个高下 剑祖剑英顺天 已入歧途 执着于天下第一的虚名 不禁出言感叹了起来 就算成为天下第一又能如何 他虽然身为其胜剑祖 在祈祷和剑术上登峰造极 可在十年之前 他的妻儿被仇人所杀 到如今他不仅没能替妻儿报仇 甚至连仇家是谁都不知道 这天下第一的虚名不要也罢 那我告诉你 十年前杀你妻儿的 就是我英顺天